字幕秀 〔 〔 〔 〕 歡迎收看五味科的拿鐵頻道 今天要繼續玩什麼V發我要活下去 好的我相信大家現在都有看到這個扛棒 然後很多人會覺得 欸為什麼公方有蝦皮購物的這個扛棒 跟大家講一下其實呢 蝦皮也是格麗娜的 格麗娜就是經營蝦皮的廠商 欸 怎麼講呢 總是同公司就對了 所以呢 大家會覺得說 哇 業配什麼的 我跟你講 這個蝦皮其實就是 Galuna公司經營的啦 好的 這樣為大家解謎了嗎 所以說常常會看到蝦皮就是這樣 因為我之前去泰國世界杯的時候 看到好多蝦皮的廣告 都是在Galuna公司裡面 後來才知道原來蝦皮是Galuna公司在營運的 好的 今天呢 我們來玩一下 特殊的一個攻略喔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那好像有些玩家可能也會這樣子玩 不過呢 分享給一些還沒有使用過的玩家 首先呢 我要先找一個安全的資源區 搜一點物資 好 來啦 我看一下喔 欸 右邊上方有一個高資源區 我們先飛這裡好了 我要拿很多很多的閃光彈 然後決勝的時候我就狂砸 是還蠻好用的 很容易賞瞎其他玩家 只是說他這遊戲很奇怪的是 他出了地雷卻沒有出煙霧彈 像我覺得煙霧彈應該可以出啊 因為如果說今天隊友倒地的時候 你們大家應該習慣加凝膠護隊嘛 欸 有一個敵人在下面 可是 其實我們在玩PG或其他遊戲的時候啊 都會丟煙霧彈去救隊友 甚至就是補血的時候 或推技的時候可以丟煙霧彈 VSS VSS 剛剛有一個敵人在這個方向 我靠他了 呦 呦 好不好瞄喔 不好意思 這我今天第一場喔 手感不太好 別走 好會跳喔 他想搶車是不是 OK 收掉 辛苦你了 終於到車子那一端了 好來吧 我們先收東西 我不知道有沒有敵人 總之我們先把東西都拿一拿 現在穿得非常的殺氣啊 殺氣騰騰 哦 找到一顆了 閃光彈其實現在在每一場 都還蠻好拿到的 所以現在決勝的時候很多玩家會狂丟啊 可是丟的時候其實要小心不要丟到自己 收尾 因為你有閃到敵人卻閃到自己 那就GG了 沒看到人 欸 他應該 他私底棒應該沒東西吧 剛剛剛剛有一個頭盔 這是三級的嗎 三級盔 哇 又是VSS 這檔是要我拿VSS是不是 我超不想拿這打槍 因為只要他攻擊力 攻擊力太低了 到後期要打死敵人真的是要 蠻辛苦的 如果你要打他的身體 要打死他會花比較多時間 他當然也是可以爆頭啊 只是說你拿這把布拿 射速更 攻擊力更強大的布 強大小運氣 好 這個砍棒的部分啊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 就是 欸 對 閃金令牌 看一下 總之來講你們現在看到都西羅啊 西羅的照片 那也是因為蝦皮現在 每一年好像這個時間都會推廣吧 然後是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也不知道是 葛瑞拿公司在經營蝦皮 欸 我是到泰國的時候才知道 泰國葛瑞拿公司的時候 才發現 欸為什麼我們有那麼多蝦皮的東西 才知道原來是他們公司在 經營這個蝦皮的平台 然後蝦皮其實在國外已經很久了 台灣好像是這幾年才進來吧 所以說很多玩家還不知道 很多玩家跟消費者不知道說 原來葛瑞拿跟蝦皮是這樣的關係啊 應該是企業關係吧 可能就是他營運的吧 然後詳細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就是蝦皮跟葛瑞拿是同公司啊 就是這樣 好 欸閃光彈還不錯欸 這邊很多 我不知道我們都這麼低了 我先把這一區的那個 閃光彈都收完 我們等一下決勝的時候來試一下 什麼叫做 把敵人閃蝦 閃蝦吃雞 欸這個名字好像蠻帥的喔 地雷也有 現在他這個更新後 其實閃光彈 手軸彈跟地雷配比 還有菱膠好像比較平均一點 之前很不平均喔 這有時候是整場都是地雷 可能就撿不到 閃光彈或手軸彈之類 現在是 都還蠻撿得到的 都蠻平均的 所以這個設定上有一點比較好 好的 差不多了 我們撿得蠻多的閃光彈阿 現在呢 就是可以把MP40撿不到 我們可以開始找敵人了 現在這場敵人剩下十幾個 我今天好像開場就沒多少人了 有時候一開場 那個玩家全部都會跳同一個什麼資源區之類的 然後大家就是 搶著 搶著 回大廳阿 呵呵 搶著先死然後回大廳 我都會這樣寫 就是欸怎麼大家都忽然間都 人數一直在減少中 快速減少中 四倍進 三級補償器 呃好丟 我現在就缺一把MP40阿 這應該會有吧 哇那個扛棒真的蠻明顯的 左上牆真的扛棒 西螺 哇他們這個 蝦皮藻西螺應該很貴吧 他可是世界知名足球員阿 我只有看過西螺扮那個老人 然後 再踢足球 讓人家以為他是老人 哇怎麼足球技 佔的技術這麼好 那其實西螺扮老裝 喔終於有MP40了 哇賽這把槍找你找好久阿 好 行 好這就是我的完美裝裝備阿 應有盡有 現在我們就是 哇最後在海邊 縮海邊 海邊集合 這哪有車阿 欸有車欸 我開車進去好了 其實我剛剛從那個 一路上沒有發現他的敵人阿 我不知道是有沒有眼殘沒看到敵人 還是 敵人都跳別的地方 沒關係 活到最後通常都是佼佼者 讓我來試一下 閃光瞎眼戰術 閃光瞎眼吃雞 有時候就是 在拍片的時候都要思考一下 我今天的主題要拍什麼 然後有時候要撿一些東西 不一定撿得到 所以我就會拍很多場 然後有時候 拍到我要的畫面 因為不一定有吃雞的話呢 我就會把他 收錄 Top精華 所以說有時候我會 可能一天錄了兩三集吧 然後就會 把那個剪的精華 然後就會把那個剪的精華 有敵人有敵人有敵人 有敵人有敵人 三個三個 終於找到人了 原來都躲在這邊阿 我們先找個地方來暗殺他們 我現在有消音了 好這張工廠應該可以 我們停這邊 來來來 暗殺流來了 找你們找的好苦阿 來吧 我們看到敵人都在 都在做啥 剛好看到三個 至少三個在這附近 剛好照到人阿 應該在房子裡面 房子裡面好像有人 沒有探頭 有人在跑 有人在跑 就是你了 去哪裡阿 他被敵人收掉了 OK 收掉 他剛剛 他剛剛偷襲我的 我在打的人 而且我裝消音器好處就是 你們看我這樣子 開槍呢 第一天還沒有發現我在哪裡阿 其實我會看消音器 有時候發現很快 老玩家真的是很可怕 他們那種 秒數架凝膠阿 一中槍馬上架凝膠 你就不能打他很多傷害 你就可能打他到一半的血差不多就被架凝膠了 可是我現在都會直接破凝膠阿 把凝膠破了以後呢 直接收掉 不要有機會補 然後通常如果你要 你怕人家打你的凝膠的話 你最好是架兩層 架兩層的話 你的時間比較多 可以把血給打滿 只架一片凝膠有時候真的會不夠 就是關鍵時刻不用省阿 你省的話你可能 連活到最後的機會都沒有 哇 這樣也炸的到喔 我剛剛想要測一下而已 好這個 這個汽油桶爆炸的範圍還是蠻廣的阿 我記得以前汽油桶剛出來的時候好像沒有炸那麼遠 現在的設定好像有調 就是大概這樣是這個距離 所以說你們如果有組隊的話 像我是不是不組隊阿 我很少組隊阿 不野配的 所以說呢 你們要小心隊友打汽油桶阿 有些人真的是 白木阿 就人家講的白木 就是去打汽油桶害隊友 所以你們如果有怕被害的話 只好先把汽油桶打壞 不要讓野配的隊友有機會去偷襲你 好吧 我們就直接進阿 有一個空投信不要在這邊阿 他以為卡住了 哎呀 哎呀 真的卡住了 好吧 汽車逃亡 跟那台車無緣阿 我車通常都是給我開到卡住阿 很少可以開到決生 對阿 開到決生還是被車被打爆 人在哪 可以流很多閃光彈阿 要事後最後一個玩家 下面有人 欸 欸 在哪裡 下面下面 下面 換不到人 欸 有人嗎 前面 哪裡阿 有人 我看到人了 小丑 掰掰 應該還有人吧 來拉 喔 跑車 跑掉了 欸 還有一個人 做什麼 做什麼 欸 人咧 喔 跑掉了 跑那麼快 跑超快的欸 他聽到像是趕快跑 是不是 我看起來很兇嗎 我看起來很兇嗎 OK 收掉 跑超快的阿 我還以為他在速後欸 我東西不錯 明膠 超多 還有三個敵人 前面一個 OK 收掉 他不知道在打誰 還打車是不是 跑車 爆 沒有打架子 好可惜 直接收阿 想去哪 想去哪 抽掉 還有人嗎 你剛才有一個 喔 後面 竟然在後面 好 最後一個阿 等於很久了 我剛開頭撿一堆東西 好來 我們要玩一下吧 試一下 他剛躲那裡是不是 閃光彈無限流阿 去吧 閃瞎你 好 閃瞎 司機戰術要來了 應該閃瞎了吧 給你拚了 我在這兒 喔唷 喔唷 兇喔 OK 司機 有沒有看到 閃光閃瞎 吃激素阿 欸好長名字喔 好到在想一下名字要怎麼取阿 這個戰術的方式其實非常的 淺顯易懂 你留一些閃光彈 然後呢 之後角色的時候敵人通常會跟你一對一嘛 通常是一對一啦 然後你就是 先叫我靈驕不要讓他看到在哪 你就狂丟 然後等他瞎的同時 趕快過去收掉他 然後距離太遠不建議用這個方式阿 建議你就是操作我剛剛這個距離剛剛好 你們可以試試看阿 這個方式非常的快速快絕阿 然後因為現在沒有出煙霧彈 然後就 欸我的狗怎麼跑到快 狗腿好短阿 在這邊跑好可愛 總之來講呢 這個戰術就分享給各位阿 你們可以試試看 閃光 閃瞎 吃雞戰術 閃瞎吃雞戰術 欸好像還不錯 還不錯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 就主要跟大家分享阿 這個方式的話呢 可以很快的達到 像有時候你如果是打 可能敵有兩個 這招也是可以用的 因為通常有時候有三方嘛 就是加你有三個人 然後呢 你就 往右邊左邊丟 然後再做縮圈去的時候 有可能敵人 敵人就跳到毒圈外面 然後可能就開始損血 你還在毒圈內 你沒有被閃到的話 你就可以把他收掉 好啦 今天就是分享一下這個戰術 我覺得蠻好用的 然後想大家可以試試看 後面呢 會繼續分享一些攻略阿 好的 今天遊戲玩到這邊 我大家喜歡哪天的影片 可怕很喜歡 也可以訂閱我 也可怕我影片分享出去給你朋友 後面有一句叫V-5攻略情報 以及連連結收看 我們下遊戲見囉 掰掰